话题 Cinema 订阅 其实它连着就是movie 我把那个movie里面的题目也都拽进来了 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复习的比较全面 Cinema 经常考 基本上每两年里边得有至少八个月有这个题目 所以经常能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Did you usually go to the cinema when you were a kid? 这个问题比较难一点点 所以我先把它拿到第一个里边 给大家分析 就是说你小时候是不是经常去电影院 对于很多人来说 maybe 如果你00后的话 我觉得可能你去的比较多 如果你是90后或者95后 可能少一点 对吧 因为你小的时候可能国内电影院 还不是说没电影院 是适合小孩看的电影 还不是特别多 所以说看一下我的这个回答 Once in the blue moon 我又用到了这个 Once in the blue moon 我们在这个视频中 对吧 包括在我们往期的课程中 经常讲这个 是因为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这个里语很好用 对吧 你只要说不经常 你都可以用它 对吧 你就给自己使用了一次里语 特别便宜的事情 特别好使 所以一定要记住 At that time My parents were super busy 对吧 家长非常忙 So they mainly buy DVDs for me to watch films at home rather than going to the movie theater 我们把这个 cinema 改成movie theater 对吧 进行一个替换 这也是比较好的一种思路 然后呢 就是说因为父母很忙 所以他们都是给我买DVD 就像 所以很简单的一种回答 然后第二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Do you usually go to the cinema with your friends 这个问题基本上没 大家都回答比较类似的吧 应该都是跟朋友去看 对吧 自己去看电影院看电影的话 有点孤独是吧 所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回答 Nowadays Yes, it's more fun to visit a cinema with friends 首先先回答一下他的问题 I think one of the loneliest situations 最让人孤单的一种情况 is to watch a movie in the cinema by yourself 当然自己在电影院看电影 是人最孤独的一件事之一 I just watched the most recent spider-man with my buddies We had a blast We had a blast 基本上就是We had a great time 对吧 或者说We had lots of fun 所以这也是很口语的一种讲法 We had a blast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笑容 很有趣的一天 All right 所以这个呢我们就 估计大家会讲的差不多 Let's see No.3 Do you still like watching the movie which you liked when you were a kid 这个你可以回答yes or no 对吧 我觉得回答yes会比较简单 回答no的话 你可能要讲一下 你现在喜欢看什么 你小时候喜欢看什么 当然也可以讲吧 你小时候喜欢看卡通 现在呢你不喜欢看了 你觉得很childish 现在你都看比如说犯罪片 或者什么romance 爱情片都可以 All right 所以这个是回答no 如果你要回答yes的话 看一下我们的语量 Yes 举个例子 Harry Porter was my favorite I still watch it on Christmas Eve Every year 这只是我personal 是这样 对吧 哈利波特 尤其是第一部 对吧 就很经典 然后呢 每年都会看一遍 OK 这就跟很多人 就过年看环珠格格 一个意思 所以如果你说yes 举一个例子 到底是哪一部电影 你现在还在看 如果你说no 那就批评一下 小时候看的 都是什么类型 现在你喜欢看不同的类型 这样回答会比较简单 OK 第四个问题 Do you often go to the cinema 你去电影院去的多吗 当然这个问题的话呢 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回答 它相对的是比较简单 我们就来看一个语料就好了 Before the pandemic yes 在疫情之前 对吧 去的还蛮长的 很多人我估计都是这样 but the cinema is always under lockdown restrictions for the past two years which is very unfortunate 但是电影院呢 它这个经常是关停的状态 在过去的两年 对吧 因为疫情 which is very unfortunate 确实是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 so I did not visit it as often as before 所以我现在呢 去的比较少了 OK 所以这地方我并没有举 具体的例子 我只是举了原因 对吧 原因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它现在总lockdown 然后又因为我们有疫情 所以现在去的少了 Number five Do you prefer going to cinema with friends or watching films at home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当然每个人可以有自己回答 但是如果你想回答的比较有特色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方式 好吧 这个思路主要是在这 在这个家里看电影 我觉得可能自己看相对来说比较好 如果你带朋友来 你如果想说带朋友在家看电影很好 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 你们可以收拾小吃喝对吧 什么都可以 然后但是在电影院的话 你要很安静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你想讲在家好 你可以这么进行对比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 其实在订阅会比较好 的原因是 现在大家就一直在疯狂的刷手机 对吧 大家刷手机这个问题很大 你会发现现在带朋友聚会 还是什么出去吃饭 人们得有一半的时间在刷手机 根本就不是在朋友之间聊天 对吧 这也是个问题 所以看一下这个回答啊 Well I would choose the cinema with friends anytime 对吧 就是反正只要让我选 我都会这么选啊 去电影院 People are so distracted from their phones They cannot finish a movie uninterrupted at home 如果在家的话 他们总会被打断 对吧 所以他们不能在不被打断的情况下 看完一个电影 They won't be comfortable of using phones all the time in a cinema because it's a rude thing to do 在电影院里边 大家通常不会这么刷手机 因为它是很不礼貌的一件事情 So they can actually enjoy the movie itself a lot better 对吧 所以大家会看得比较好 Additionally 对吧 电影院还有什么好处 我就都加在这儿了 但是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不讲 对吧 你可以说你喜不喜欢去电影院 这件事情 你可以把这个原因 讲到这种话题里边 其实都通用了 订阅的好处 The bigger screen 对吧 屏幕很大 With expensive audio 它的这个音效非常的 我说它expensive 但其实说白了就是high quality 对吧 很品质很好的audio的音效 always make a difference make a difference technically也不能太算口语表达 但算比较地道的一种说法吧 就说确实可以造成一个区别 对吧 确实是有差的 有区别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Cinema 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但现在又新出现在我们题库里面的第六个问题 What types of movie do you like 其实在我们的教材里面 如果说你加入了我的这个课程 偶尔你正在考虑加入我的课程 对吧 我们的教材里边其实有讲这个话题的 对吧 因为movie这个话题时不时就会考 算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话题 我们在这看一下 在讲types的时候 其实讲的就是general 就是它的这个不同品种 不同的主题 那比如说我们有action movie 对 action动作片 romance爱情片 thrillers comedy 喜剧 ok 所以这种 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 品种 在我们的这个口语中 它属于 你把它列出来 属于是回答red里面的detail i like all sorts of movies like thrillers romance action comedy just to name a few 这句话也挺不错的 just to name a few 就是 只举几个例子 我还知道别的 我只是给你举几个 just to name a few what i like in particular 我特别喜欢的是什么呢 sci-fi movies 就是科幻片 科幻片 i'm always amazed by the creativity of those filmmakers not to mention the fascinating graphics 讲到科幻片的时候呢 通常是 就是说 它的这个想法非常好的吧 所以creativity 就是创意非常好 然后not to mention 更不用说 对吧 更不用说 其实这是在讲and 其实是and 更不用说什么呢 fascinating graphics 它的这个图面 对吧 制作的也非常的 令人惊叹 ok fascinating 它的格式 基本上就这样 你前面先举几个例子 就是告诉考官 说你看我认识 不同的种类 然后再说一个 你真正喜欢的种类 你可以举个例子 你可以说一下原因 这都行 alright so这个是cinema